记者王一新台北报道赖慧如透露阿摩近期减出癌症第三期 今日即将动手术 图翻设字脸书与歌手赖慧如近年来跨足戏剧 主持演艺事业表现亮眼 从小由阿公阿摩带大的他 昨23日却在脸书上发文透露 阿摩检查出癌症第三期 今日即将动手术 对此赖慧如直言心情受到很大影响 并喊话 我相信阿摩会平安的 赖慧如昨日在脸书上表示 阿摩近期检查出癌症第三期 已住院且今日将开刀 昨日与祖孙俩也通了电话 阿摩告诉他觉得他这辈子很值得了 我要好好谢谢我的朋友们 他们都很好 专程来陪我聊天 让赖慧如听了忍不住红了眼眶 但却告诉自己不能哭 并且替阿摩加油打气说 一定要好好休息 明天手术完就没事了 事实上 赖慧如从小由阿公阿摩一手带大 过去 仅陪着他到处演出 甚至连装扮都是阿摩搭配 祖孙感情十分紧密 因此得知阿摩离癌的消息 慧如也直言虽然心情受到很大影响 不过还是用健康的情绪来陪伴阿摩 每天晚上都会忍不 自己痛哭释放 坚强模样让人看了相当不舍 分涌入贴文集气 赖慧如从小由阿摩一手带大 祖感情相当好 图翻设字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